早上吃飯 還是很餓 為什麼一到半夜 肯定會這麼餓 但下街又很危險 又不想浪費一個口罩 在家中還有什麼 先吃 這個味道是時候 記得之前是一個日本人的介紹 他們會把杯麵吃剩的湯加熱 放入飯糰、蛋、芝士拌勻 這樣就可以吃到一個美味的宵夜 嗯? 真的挺好吃 一向都說湯是一個杯麵的精華 飯吸收了湯汁之後 再給半山熟的蛋漿包圍 再加上那些拉絲芝士 嗯? 什麼日本人的宵夜這麼邪惡 雖然明知很高熱量 但真的很好味 完全停不住口 它湯是一個呢 然後都走進口 水裡的加熱量 出達後地因為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